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图为防空导弹的轨迹 滑坡叙利亚天空 新华社 美联社发动手了 叙利亚当闭时间4月14日凌晨 去遭到来自美英法三国100多枚导弹的袭击 这是继去年4月 对旭政府军目标 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后 美国再次向叙利亚开火 李优则跟上此如出一辙 为了报复旭政府 对反对派控制区 进行的所谓化学武器袭击 炮箭政策再登台 昨晚完美地执行了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 感谢英国和法国 结果完美 任务完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打击后 安时更新了推特 炫耀庆功之一亿于言表 与此同时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和法国总理马克龙也相继表示 空袭叙利亚取得成功 就在美英法联合行动 统一口径 狂秀恩爱之时 国际社会对三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 擅自对一个主权国家 大打出手的罪行进行强烈谴责 叙利亚政府强烈谴责 这一强权行进 称这是来自美国 法国和英国的侵略 俄罗斯 伊朗也相继发表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表示 我们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 适用武力 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4月14日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俄罗斯递交了旨在谴责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 内容包括谴责美国及其盟国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 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行径 中国和玻利雷亚投了赞成票 决议草案 虽未获通过 但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 一名俄杜马官员表示 作为一个和大国 俄罗斯不会做事不管 一时间 美英法与俄罗斯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有意思的是 为避免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空袭绕开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大军事基地 精确打击三个叙利亚的境内目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普德曾向媒体表示 对叙利亚境内打击目标特别进行了选择 是为了尽量避免俄军介入的风险 敲山阵虎针对谁 尽管如此 向装武剑 意在配弓 此次空袭警告俄罗斯的意味依然十分浓厚 美英法空袭叙利亚 政治意愿大于军事意义 象征性的袭击 敲山阵虎 目的是震慑俄罗斯和叙利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纲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说到底 是美俄两国在中东战略博弈的外化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了争端 由来已久且各有盘算 俄罗斯与伊朗等什叶派国家立场一致 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 而美国 以色列 沙特等国 则坚决支持反对派 分析认为 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 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带有军事性质的海军基地 依靠该港 俄罗斯可以保持在东地中海的存在 从而对北约难以进行牵制 稳住中东支点 但是 西方势力随着其所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不断失力而呈现出逐渐被排挤出叙利亚的态势 这触动了西方大国的神经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有着传统利益的美英法三国 孙德纲说 自叙利亚陷入战乱以来 美欧与俄罗斯围绕叙利亚问题举语不断 2015年以来 美欧不断加大对俄的制裁力度 应借口俄使用话武 预读杀俄国前见点 联首美 法等西方 24个国家 相继驱逐 额外交官 俄罗斯和西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警告 冷战带着复仇回来了 但有所不同 那些过去控制风险升级的保障和机制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他要求各国在危险的情况下 要负责任的行动 政治解决是正道叙利亚局势 牵涉众多国际力量 简不断 离还乱 世界普遍关注 未来叙利亚的局势走向 美英法三国此番空习 为叙利亚局势再偏变数 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 军事手段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良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唯一现实出路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 应继续支持联合国悬助渠道作用 共同为推动序问题 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付出不懈努力 打完叙利亚 美英法竟也出人意料地向联合国安理会求助 寻求正式解决叙利亚问题 据发新社15日消息 美英法三国已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份新动议 意图对叙利亚裔 斯化武袭击进行独立调查 西方官员表示 此举意味着西方国家在经过一夜的军事行动后 决定重返外交 俄罗斯现在还不会跟美英法全面摊牌 特别是军事摊牌 因受西方经济制裁 经济上面临很大问题 限制了其反制力度 孙德纲认为 今年6月份 世界杯将在俄罗斯举行 在此之前 俄罗斯不会和西方关系全面恶化 更可能选择斗而不破 但孙德纲认为 俄罗斯可能会采取三种反制措施 外交上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提交谴责美国及其盟国 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决意草案 抢占到意志高点 政治上 密切与伊朗的关系 以制衡西方国家 军事上 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 加大力度扶持巴沙尔政府 每当叙利亚局势走向有利于巴沙尔政府时 都是美国等西方大国 采取干预措施的重要时间节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崔首军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未来局势将更加复杂 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叙利亚危机是与外大国之间的利益纷争 与外大国之间达不成妥协 叙利亚危机难以得到政治解决 对 对